先见我们的娱乐记者特别跑了一趟韩国带回来的专题报道 讲到了韩国的经纪公司有练习生的制度 现在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操作模式 在台湾第一批的练习生由FAR的成员歌手阿沁自己来砸钱培训 希望能够找到未来可以成为全方位艺人的潜力股 跳舞唱歌创作样样都要会 这15位女孩就是台湾第一批的练习生 最小学员16岁最大30岁才系列三个月就表演得有模有样 全都是冲着练习生这三个字跑来报名 因为这个模式就是从韩国改良过来的 跟韩国练习生模式相比 台湾年龄资格较为弹性而且采取不签约模式 韩国利用选秀以及音乐学院找人才 台湾则是公开征选 所以除了学生就连电玩游戏的模特都能来想家 在那边拍照就好了 可能之前都没有接触过 然后就觉得来这里唱歌跳舞 然后就是很辛苦 台湾共通点就是不能只看外表 还要有潜力 成为能唱跳演戏主持 又中英韩语言精通的全方位艺人 严格管理出缺情 而他们的幕后推手就是FIR成员 歌手阿清 需要让台湾的很多的智慧能够留在台湾 让这些年轻人高中生 大学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系统 就是因为台湾演艺圈能够称得上全方位的艺人 实在少之右手 眼见韩国造星越来越强大 让音乐人不得不赶快动起来 挽留台湾可造人才 舞台是我们大家都渴望 共同渴望的一个目标 甚至还有美妆部落客 放弃原本稳定收入的生活 专心投入练习生的训练 对于这群抱有新梦的女孩来说 有良好的培训模式 满身才艺 让新路走得更平步清云 就算再累都值得 听于BS新闻 周中云正好会议台北怎么打